李克勤和容祖兒兩位唱得之人 前年在紅館舉行12場演唱會反映熱烈 兩人之後去到世界各地舉行巡迴演唱會 但原定月初在澳洲舉行的兩場show 就在開show前4天突然被取消 主辦單位之後公布決定 將演唱會延期至明年2月 令很多買了票的歌迷相當不滿 認為主辦方安排失當和不負責任 克勤這日出席活動時都表現得很無奈 我們其實都真的非常非常無奈 因為在出發之前我想一個星期之內才收到這個消息 據我所知就是其中一個主辦單位出了一些狀況 大家都不想 聽說他們現在正希望放回show在2月份做 但其實一直都沒有落實的消息 當然雖然我們都覺得很無奈 但我都要向所有買了票的 無論是澳洲那邊的歌迷朋友也好 或者有些我知道香港飛過去看的也好 說一聲不好意思 都要跟我的家人說不好意思 因為他們本來飛過去 和我一起過去的 終歸都沒有了這個假期 佛我這個假期非常好 突然多了幾天 不用工作 我就在家裡組織布 今年推出多首新歌的黑琴 其中兩首歌 包括C3PO和失魂記憶Hit到爆 榮登一個音樂排行榜冠軍 不少人都看好他很大機會在各大頒獎禮得獎 老實實都是這樣回答的 平常心和音樂就照做 工作照做 其他的東西都一來都不是我自己控制的 我想唱片公司可以爭取的也會幫我爭取 總之無論如何 因為年初的時候在TVB的班長中都說過 我希望今年可以參與出席 公民論成績是怎樣或是怎樣都好 出席一下 其實黑琴這天是以慈善大使身份 出席一個高爾夫球公開賽記者會 黑琴還自爆很喜歡打高爾夫球 絕對算得上是狂言愛好者 我記得我試過去加拿大做show 做完show就Stay Behind 跟我太太那時 7天之內打了14場 早上去一個球場打 因為加拿大很多漂亮的球場 早上去一個地方打 打完之後吃午餐的時候 就拿了一份地圖出來 找下一個球場在哪裡 再開車去打 因為加拿大那邊日長夜短的夏天 可以一邊打打打到七八點都可以 很爽的 但因為後來小朋友做了一輩子 真的不能花不多時間去打 最近這幾年就比較少打 太太小還是黑琴 當然是太小了 他有教練牌 小朋友有沒有學一下高爾夫球 學過但是興趣不大 小朋友可能會喜歡比較動態的 就是游泳踢球 李柯琴和榮祖兒兩位唱將 兩年前在紅館舉行12場演唱會 反應熱烈 兩人之後去到世界各地舉行巡迴演唱會 但原定月初在澳洲舉行的兩場演唱會 就在開唱前四天突然被取消 主辦單位之後公佈決定將演唱會延期到明年二月 令很多買了票的歌迷相當不滿 認為主辦方安排適當和不負責任 柯琴這天出席活動時也表現得很無奈 我們也非常的無奈 因為其實所有都已經準備好了 然後其實家人也買了機票陪我一起去 但是最後最後的幾天他們告訴我 是其中有一個主辦的單位出了一點狀況 可能現在會延到明年的二月份的時候再做吧 但是雖然是不慣我們的事 但是我也希望可以跟所有買了票的歌迷朋友 說一聲不好意思 還有我知道有一些是從香港飛過去看的 特別抱歉 希望他們可能如果我們真的二月份在做的話 希望他們可以過去看吧 是 有沒有想要就是在二月份的時候 可能加一些特別的環節啊 可以考慮一下 我就白白多了一個假期 柯琴早前曾經說過 希望可以一場電影導演的滋味 那不知道他有沒有利用這個突如其來的假期 閉關寫一下劇本呢 沒有寫 就是搞這個 對 是拼給兒子嗎還是拼給自己 還有就是因為九月份開 九月初的時候其實開了演唱會了 對 所以其實那個演唱會的DVD也到了一個剪接的部分了 所以 最近也在花時間在剪接吧 那之前也說自己下一年真的很想要送自己一個禮物 對啊 就是做一次這個電影的導演 劇本還在弄 有擺自己的 正在開始的階段吧 有沒有在構思這個演員方面想要找誰來演呢 還沒訂啊 他是美女俊男吧 美女俊男 自己會不會也要參加一份 不會了 不會了 我想還是轉身做好那個導演的角色吧 今年推出多首新歌的客情 其中兩首歌包括C3PO和失魂記非常火 榮登一個音樂排行榜的冠軍 不少人也看好他會在各大頒獎裡得獎啊 聽人家講啊 我覺得 我們在做音樂的 盡量把自己的歌唱好 其他的我覺得都交給參謀公司去做吧 今年年初的時候我就說過 今年希望可以參與 如果時間適合的話 參與所有的頒獎 所以無論成績怎麼樣的話 都盡量會抽時間去